吳美芝當年拍《笑女日記》 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她就說有一套獨門的動靈秘訣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在這個農場 農莊那裡長大的 平時很忙 在外面工作 很多時都是星期六星期一 偶爾回來探望爸爸媽媽 知道自己患癌症的時候 就要搬回來了 這裡有很多蔬菜 有機的水果 就鑽研了自己一套養生美顏的方法 早餐我要吃得很豐富 因為早上的時候 你要去啟動你身體所有的新能代謝 我會起碼吃兩隻有機蛋 和一份水果 午餐其實我會吃八成 什麼都要吃 但最重要就是晚餐的時候 只是吃菜和一些蛋白質 三個小時前睡覺的時候 你不要再吃東西了 我花費很少 我的保濕就是用玫瑰果油 加普通的lotion 我兩支就完成了 基本上我不買市面的麵膜 我喜歡用有機的乳酪 加糖或者加鹽做一個磨砂 其實我每天都會喝一至兩杯蔬果汁 或者一至兩份水果 剩下的渣可以用來做麵膜 我通常會混合麥皮做一個麵膜 但如果你想保濕 就用蛋白去做麵膜 做麵膜 早上起床的時候 上一上磅 還有盡量穿一些貼身衣 看到自己的figure 讓你自己知道 understand自己的狀態 你知道怎樣去飲食 如果要一個好的planning去做 你就不會過肥 正所謂十年幼過去 舉止形象少女 想像Maiji一樣保持這份少女的feel 那你就要跟著她的秘訣 花點功夫吧